看看国安队在新赛季第一场的首发阵容 在谢峰之道排出的这一份的首发名单当中的侯森 是守门员后方线上 梅米什就把比赛的节奏打得太快 本来如果亚运会如期举办的情况下 张云宁可能现在的备战亚运会 没有办法在联赛当中更战 走梅米什围棋 这是一个非常强烂的投球解围的是张云棟 中位于大宝打的是右中位 而左中位是梁绍文 这个是跟上个赛季最久 曾经出任过拖后中位的位置 所以在这个位置拖后中位 没名能够控球 这也是国安队应该过其他的俱乐部踢球 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石家庄 这支俱乐部来效力 但是现在 梅米中路没有点 梁绍文是作为今天的U23球员来出场 梅米守维棋突然掉落 没有打出他们应有的成绩 特别是在上赛季支持的情况下 打着规模的引员 所以古特比黯然下课 好的高天忆非常漂亮 我们是可以看到 我们在每个位置之间的呼应 还显得不 所以经常会看到球员拿球之后呢 会私下看 就是有好多空档 好的两线之间 梅米接球 好的梅米 这也是配合上的不默契啊 张细哲的构建的空间 梅米构建的是另一个 王杠两次化线为一 挑衅了 梅米 梅米 拿球很淡定 梅米曾经在荷兰的 靠右一点 于大宝 然后右边一位是王刚 这三个人 年龄 所以这个如果场地胜水条件好的话 还好 对于公安来说呢 好的梅米守飞棋 梅米 他毕竟年轻 他只有22岁 而且呢 他体重非常大 他又很好 向前持球攻的能力 所以对手的三驱 并不难 重要的是倒扁了 压扁了之后 在这个几层人里面 你再想把球往里打 这是很困难 打了我们后场的一个空档 这也是压上去踢的 现在比分虽然落后 但是我们还有时间啊 至少 默契度方面能够提高的话 我先摆脱 梅米把球断过来 这个球呢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 北京官队也创造出 门将邵浦亮呢 帮助苍州熊师 完全回到场上 刚才走路杨孝天 被注意了 犯规的是朴世豪 江强又找后点 这次苏组控制了第一点 国安队下半场比赛呢 加强了中场前叉的威胁 林明守维棋 这是扛身体了 把苍州队员挤开 他才有机会拿球 铁 的亚军 这次又是一个突破的机会 伯格拉罕就是最后这一冲 今年11年 14年和19年 分别拿到亚军之后 北京国安队呢 都先在联赛里 拿到第11 所以两队今天在第一轮 会给梅米托后的 保护的中尉被罚下了 这小将梁绍文的经验不够 所出现的失误 所以接下来 场上的重组啊 国安队是要冒一定风险 连续两脚 其实看得出来啊 两支球队呢 在中超联赛开始前 在梅州 北京国安队哪些队员上 现在苍州的队员 有阅位的问题 但是他也没有拿到球 做这擦法呢 并没有失忆 奔赞的是今天 双方的这块比赛场地 因为呢 我们知道 今年在三队 这种欣赏水平的不同的 回到比赛这边 是一个对位调整 但是王子明呢 他是踩脚的问题 给了梅米舍围棋 一张黄牌 这是在移动过程当中 踩到外侧脚面了 而且呢 压着踝关节 从双方的换人来说呢 苍州雄狮实际上呢 在进攻端呢 就变成了三个人 向中路去 这还是要解决 上半场比赛 在中 梅米守维棋的 产抢破坏 这个球是产的 比较干脆利落的 他在中场位置的 对抗能力确实强 这是上半场比赛 那次 还有人出现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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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前 梁绍文呢 因为上半场比赛这个失误啊 有点不敢往前走了 但其实 就是队里的老队员呢 让他们去适应联赛的强度 联赛里会出现的各种情况 当他今天很想表现 另外呢 刚才这次点球的犯规啊 也不能完全怪他 比赛恢复进行 金太炎在右路啊 相对成为比较固定的右后位的轮化 那么 比赛打到最后的阶段 双方现在呢 都做了人员的调整 各队的队员啊 在第一轮比赛踢完之后也要总结整 因为今年联赛呢 确实 下半场比赛呢 马上要到商厅补食 还是 金太炎 往中路分 没米手一起 左边江泉又 再给美米 还是有队员倒地 他和美米手一起 两个队员在争的时候 美米手一起呢 从背后起跳 然后胳膊肘呢 打到了他 没有接到 这样呢 北京国安队 没有最后的进攻机会了 没有最后的对方 要不要 我会说 对方的事 我们在这儿 我会说